2012 HED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好的 今天呢 在我們2012 HEDO 流行音樂獎頒獎令的後台呢 眾星雲集 馬上看到的就是在我們的典禮上面 拿下了 HEDO 潛力男女生的兩位得獎者 歡迎陳世愛以及袁永玲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Cindy 袁永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世愛 是的 這個兩位呢 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 HEDO 流行音樂獎 就抱走了潛力男女生 講一下得獎的心得好不好 很開心就是 HEDO 的 DJ 給我專輯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從第一章到第二章 然後現在變成創作家上跳唱 所以就是很開心大家對我的肯定 對 而且今天大家看這個造型 真的是憋出心裁 我臉筋都不知道往哪裡放才好 但這個世安呢 今天也是特別有得獎之外呢 也有表演 對不對 講一下自己的心得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在台灣 參加的一個頒獎典禮 然後也獲得了潛力男生 那我覺得這個獎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我一直都很希望 可以拖著自己的聲音去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 那等到這個獎就等於一個肯定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 HEDO FAM 然後我希望未來可以繼續的努力 那當然在演唱的部分呢 也希望可以把就是我的一些歌曲的精神 像勢在必行 對夢想的堅持這個精神 都可以傳遞給大家 嗯 那這個兩位潛力男女生呢 順利拿獎之後 接下來講一下計畫好不好 因為大家一定會更期待可以看到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見面 嗯 接下來呢 最重要是我的第一部電影要上映 在台灣6月8號 這部電影叫第一次是我跟Angela Baby 跟趙又廷一起演的 6月8號是不是 對 很期待 因為我為電影 我寫兩首歌 主題曲跟插曲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個支持 6月8號要進電影院看喔 要支持正版電影喔 好不好 那世安呢 我6月份也會有一個新作品 就是我的第一本寫真集 然後我很開心這一次 就是跟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出版社合作 然後因為是夏天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比較夏天的一些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的期待我的新作品 所以呢 這個大家很忙 因為6月份呢 分別可以看到袁永林的新電影 然後可以看到世安的寫真集 希望兩位呢 接下來再拿到我們HITTO流行 這個潛力男女生之後 都可以一路順利好不好 那我們跟我們所有 HITTOradio.com的朋友說聲掰掰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陳詩安 訂閱HIT FM 聯播網 YouTube 頻道 就能看到我更多的獨家影片喔